圆景穿起制服挺拔身材配上清秀脸蛋 30岁的黄姓圆景还曾经自信PO文写下 如果帅是一种罪那我应该会无罪释放 配上摆拍照片吸引200多个好友按赞 原本有令人向往的工作 却没想到因为管不住自己的举动走进深渊 在骄傲软体上认识一名女子双方互有好感 但第二次约会却伸出闲出手骚扰对方 还说感觉到了可以在一起等话语 女方认为进度太快抵抗不从 没想到黄姓圆景却执意不听 把对方再回住处性侵得逞 遭到梁景下手女子向朋友哭诉 担心洗澡后再去医院检验证据不足 所以PO文警示却没想到竟遭到狼景的威胁 决定去医院验伤提告对方 这名黄姓圆景景专31期毕业 从景9年带过5个分局 曾经是某个分局侦察队的侦察所 但是长官对他的评价极差 个性散漫 工作能力欠佳 上班心不在焉等等都是他的标签 这次又是性侵案件主角 将会依照强制性交猥亵罪 移送递检证办 记者 陈胜伟 杨山 彭宇飞 张化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